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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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两年那对夫妻 丈夫说 你要么改 要么我们离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马先生 28岁来自河北自由之业 女嘉宾小爽 25岁来自武汉派对DJ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两年了对吧 对 所以说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大概编导给梳理了三个层面的 我们就从这个三个层面把这个事说清楚 然后还要老师们做分析 对吧 好 你说的第一个层面是说 他经常地出去应酬 是吧 对 对 对 你指的这个经常是多久出去一次啊 就是几乎每天都有 这是应酬还是工作呀 我看这不是叫派对DJ吗 对 对 对 因为我这个职业就是靠接一些派对活动 来维持生活跟工作的 然后我就必须得认识大量的 比较有用的人脉 然后我就肯定要去大大小小的那种饭局 大家混个脸时候 以后有活动想着我嘛 他的这种应酬啊 是怎么影响你们的感情的 或者婚姻生活的 我发现他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就连个吃饭的时间他都没有了 我们都结婚了 又不是谈恋爱 对 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 有一次呢 我约他一起吃个饭 然后呢 你们俩吃饭需要约是吧 我真的要约他 知道吗 那约着了没有 我跟他已经谈好时间了 晚上八点多一起吃个饭 结果呢 我多等优等他就是不来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又打不通 然后我就一直给他打 一直给他打 打到晚上时间多了 他在接我电话 他轻描单语地跟我说 他在应酬呢 问题是我那天也是特殊情况啊 我那天就是刚打完碟 然后活动的那个经纪人 跟我说那个主办方也在现场 你要不要去大家一起认识一下 我说行 那然后我当时手机放在包里 我也没听见那么吵的地方 你想想 我就想着跟人家混个面熟嘛 大家熟了加个微信 你下次活动想着再找我 这是很正常的饭局 酒局又不是 没推掉啊 所以你心里很难受是吧 对 就是因为这个事呢 我就跟他闹翻了 闹翻了之后呢 他要跟我保证以后呢 就不再去参加这个各种应酬了 然后有一次活动完 又去了 就是你提出了抗议之后 其实他还是改了一段时间的 对对对 后来就又去了是吧 因为我这个职业嘛 本身就是应该多认识点朋友 跟一些就是投资人那些人脉 我没有这些人脉 我就维持不了我正常的工作量 那我们两个结婚了 又不是谈恋爱 然后所以我就必须得赚很多钱 他不也工作嘛 我说出来挺尴尬的 我之前是做那个夜店营销的 我的工作呢 难免会结束的 漂亮的女孩 她就想多了 微信我要去联系顾客嘛 就是所有女性的微信 她都不让我去联系 后来我就没听她的嘛 毕竟我要工作 然后呢 她就偷偷地背着我 有一次把我微信里的 所有女性好友全部删光 弄得我工作都没办法 正常持续下去了 你现在没工作是吧 黄了 对 干一些其他的临时工作 就没有稳定的工作了 主要是她这个 你看她性格又好 而且她本身就比较优秀 又会为人 我不管的话 她肯定会被别人抢走 我抢走了怎么办 我怎么办 所以你得护着她是吧 对啊 我必须得 所以我看她编导 给她总结的第二条是说 女方经常胡思乱想 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 是指这种事是吧 对对 除了这个她还干过什么呀 就比如说跟她去音乐节 我上了一个厕所 我出来发现她就在门口 你男生门口就站上 我说你是跟踪我干嘛呀 你想多了 你是不是想多了又 你想多了 我相信你不会跟人搭讪啊 万一别的女孩看到你了 跟你搭讪怎么办 然后搭讪把你连跑了 那我这 你是觉得全中国的女人 都该喜欢你老公是吧 不是 我觉得五六万人电影节目 那肯定总有一个两个喜欢她 肯定有人找她要微信 你确实想多了姑娘 关键是她这么优秀啊 你看她就是比较乖的那种 还有什么事跟你闹过呀 比如说我一个哥们 请我去吃饭 她带来两个我不认识的女生 然后当天她正好也在那个饭店 我们碰上了 她就特别生气地 蹬着我朋友的面啊 在那闹开了 我朋友当场已经跟她解释了 她是想跟我认识一些 有合作关系的朋友 结果她就不干 就是不干不信 后来我朋友气得 把她微信都给删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那朋友都什么朋友啊 她朋友又不知道 我跟她的关系 知道我们俩结婚了 那还要把两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孩 带给她一起吃饭 能不让我想多吗 其实就是你特别紧张你先生是吧 对啊 你紧张你们家老公 好这个事我们就过去了 第三个就是说你嫌弃女方 不会持家 花钱大手大脚 是还是不是 对对对 她怎么个花钱大手大脚 就比如说一些日常生活吧 她每天就喝星巴克 就要喝三四杯 而且每个星期 要吃好几次的榴莲 一次要吃好几次的 然后呢 她还爱吃三文鱼 一吃呢就没完了 就吃到饱了 就是好吃嘛 就是好吃嘛 那不是啊 还有住大房子啊 那房子都五六千 她还爱挑房子的毛病 总是让我跟她一块儿 平凡地搬家 那压金你住不够人不会退啊 我现在理解了 为什么你要认识不同的人 好给你工作 确实这个开销挺大 问题是我觉得我的收入也挺高的 嗯 然后完全是可以维持的 这一些物质生活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买一些 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自己喜欢用的东西也没错啊 而且我们房租也不贵的 五六千给租非常好的 我想租得舒服点 租大一点 我觉得没错吧 这个不算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大手大脚的 就比方说她爱看音乐节 一次就五六千呢 一年看几场啊 一年看个十几次要 我说你少看点 就一个月看一次节吧 对啊 她不是做DJ的吗 全当学习吗 那我要不是阻止她的兴趣爱好是吧 我说你少看一点呗 还有就是我个饭给她吃呢 她觉得我做的也挺好吃 但是她非要出去吃 你知道吗 你不觉得咱们家那个环境 就没有在外面吃环境好吗 你看在外面吃又有情调 而且吃的心情也舒服 本来我每天工作就很累啊 我家里也很大 在刚刚在家里吃饭 那么环境不好 那我这能工作的好吗 问问啊 就是基于刚才以上所说的零零总总 所以你想跟她离婚 是这意思吗 对 让她改是吧 对 你希望她改什么 我是想让你跟我有一个安稳的家 好 有一点积蓄 那你说你这样花销 你说咱们能撑多久 听明白了 就希望她改这些是吧 对 下面是我特想问的事了 我真的好奇就来了 你们俩谈了多久结的婚 谁向谁求的婚 谁也没向谁求婚 就两个都想结 而且就是 谈了多久结的 当时谈了两个月 我们在两个月之前 做了一年的朋友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散婚了 什么的也没谈 也就是说你爱吃榴莲啊 爱看音乐节啊 爱租大房子这些爱好 其实婚前你都知道 是还是不是 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们不是做了一年的朋友吗 做了一年的朋友 是啊 但是我们又没有住在一起 那会儿是朋友关系 行 你们是两个月闪婚是吧 两个月闪婚 对于未来 你们夫妻俩是怎么规划的 能有什么规划呀 现在要车没车 要房没房的 而且又没有什么积蓄 她花钱又那么大手大脚的 还总在猜疑我 胡思乱想 妨碍我的工作 你没说为什么要娶她 我当时娶她 是因为我们俩 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都喜欢音乐 也都爱去旅游 还有她这个办事方面 就特别让我放心 还有吗 而且她 怎么说呢 就一见钟情吧 就属于 她现在给你提出来离婚 你怎么看呀 那我肯定是不想离的呀 那我干嘛要离 但是她希望你改变呀 问题是我哪里错了 问你哪里错了 你说咱们都结婚两年多了 不是谈恋爱了 到现在没车没房 也没积蓄的 有孩子了 父母老了怎么办呀 比如说爸妈生个病 没钱 不是你打算怎么办兄弟 你跟我说 我打算就是花钱收敛一点 咱们能去就去 就是没有钱你还要去 甚至打算都要借钱去 那我就不愿意了 我是跟你结婚过日子的呀 那就两条路嘛 开源和节流嘛 你就是现在就是在经济上觉得不好 其他都没问题是吗 不是不是 那还有什么呀 就是她总爱胡思乱想猜疑我 一向我的工作 她不信任你 那你相信她吗 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 去应酬就算了 她还打扮得那么漂亮 让我想的非常多 就是过去是她吃你的醋 现在你也开始吃她的醋了 是吧 我不是吃醋 我是真的是很无怀疑 就夫妻之间互不信任 对 行 那你们说这段婚姻应该怎么办 其实一共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不信任你 把你工作也搅和没了 朋友也搅和没了 然后呢老出去应酬 事实上根本原因就是 她非常缺乏安全感 她要不停地去应酬 以获得自己工作上的安全感 我要认识好多好多人 然后他们可以给我 带来工作机会 这样我就可以赚钱 有钱赚我就有钱花 对吧 你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是吗 对 好 那我告诉你 在工作上 不是靠应酬 而是靠能力 如果你的名字 是响当当地在行业内 你不需要跟任何人应酬 大家只要开派对 就会想到你 就算是他们没有你的微信 没有你的电话 他们也会想办法找到你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没有安全感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就好了 第二 你对她没有安全感 你甚至于宁可把她拴在家里 我都不用你出去干活 你最好别见到那些女的 不然的话跑了怎么办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啊 我告诉你一个特别真实的事情 你老公要我看 就一般人 你觉得她特别帅 工作能力特别 你别不爱听啊 我这替你说话呢 我特别爱听 对吧 你觉得特别帅 工作能力特别强 照我们看她 如果不跟我说话 不展现她的魅力 我这么看过去 普通人一个 所以没有什么没有安全感 你也很漂亮 放她出去工作 不要把她禁锢在你的家里 不要 无论是对工作 还是对生活 都要保有自信 这是第一点 安全感的问题 第二点 你来我们花钱大手大脚的哈 这是消费观念的不同 事实上在我看来 一个人凭自己的工作努力 获得劳动成果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是这是一个人的情况下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如果是一个家庭 两个人的时候 那消费观念 产生了冲突 就需要去沟通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 就应该列个表 他这边写 榴莲 星巴克 三文鱼 你那边写 刚需房子 子女未来教育 等等等等 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 那么就要有所取舍 不能说你赚的钱 所有钱我都花在自己身上 想买包就买包 想去看电影节 就去看电影节 那这个家庭呢 所以两个人就是要商量着来 我相信如果 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你先生也没有任何问题了 你放他出去工作 男生去开园 女生负责截留 回去好好过日子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女孩说这男生 哎呦怕被抢走是吧 对啊 觉得全天下女人都喜欢她 对 但是我并不觉得 她害怕这男生被抢走 你的所有的整种行为 并没有表现出 你把她视肉珍宝啊 您都跟她约好了吃饭了 跟你这么爱的 老公约好了吃饭了 你都可以忘记老公 然后去应酬别的饭局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 你有多么的害怕她被抢走 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这就是女人的占有欲 是我的 别的女人不可以看 不可以碰 所以这不是多么的在乎她 多么的在意她 这是我要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头到尾到现在 我没有感觉到 你们两个人是结了婚的 夫妻俩 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 特别浮华不落地 一点婚姻生活当中的 柴米油盐酱素茶都没听到 其实生活上还是 主要是她在打理 在打理啊 因为我没有时间 你知道我为什么听不到吗 因为你们两个人压根 没有实质上的夫妻的生活 就在一起的时间 夫妻生活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对话当中度过的 您俩可好 一个外面朋友 跟朋友带俩女孩去吃饭 然后这边呢 是应酬酒局和饭局 俩人一天24小时照不着面 这个日子过得 我听着有点担心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回归一下真实的生活 就既然结了婚 那咱们就履行一下 丈夫和妻子的责任 否则的话 您完全可以继续 谈着男女朋友 就没什么差别嘛 有心理学研究就表明说 夫妻两个人怎么可以 让幸福更长久 就是在夫妻生活当中 设定一个目标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 会让两个人 达到一个高度的一致 这个共同目标是什么 你们回去自己找 希望我说的对你们有启发 谢谢 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其实婚姻的形式 也是多种多样的 既有我们传统的婚姻形式 我们夫妻俩结婚过日子 柴米油盐酱醋茶 但也不乏有一种婚姻形式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痛快 我这个月花光了 下个月不想 我们不买大房子 我们就租房子 也是痛快一辈子 但是回头看看 你们的婚姻形式 蛮宁 南方特别希望过 传统的婚姻形式 对 咱攒钱吧 咱这个买房子买车 将来生孩子 女方不想那么多 我就是没钱也要去电音节 这就是我人生的追求 我就是今天挣五百块 我四百块都买了吃的 一百块我还得买喝的 人和人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会蛮宁 我不说你就一定是对的 我也不说你就一定是错的姑娘 没有对错 完完全全不同的婚姻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 但如果蛮宁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这个婚姻能不能继续 我认为如果有足够的爱可以 比如说南方 你可以多努力多挣钱 你不要说他省下钱来 咱们买房子买车 你多赚一点 他就能 问题是他妨碍我工作 我就是干别的工作 他都妨碍 那个是下一件事我待会再说 你可以去努力 你可以宠溺他 让他去过他想要的生活 而女方也一样 如果你够爱 你就不应该晚上天天去应酬 你不是怕他跟别人好了吗 你不是没有安全感 你是太有安全感了 你只是希望你闲的时候 他不能跟别人在一起 你忙的时候 他爱干嘛干嘛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最大的问题 首先是内核不一样 对人生的看法严重不同 其次是爱得不够好 谁也不愿意为了对方去妥协去付出 对号入座 思考一下自己究竟要怎样的婚姻 怎样的生活 谢谢 你们俩基本上是晚上工作 对啊 基本上是晚上 准确地来说那不叫工作 那叫活 不稳定 但是如果过日子 是需要一份稳定工作 你们俩都享受晚上的工作 享受那样的工作氛围 自由的 酣畅淋漓的 那种娱乐化的氛围 那你想 两个人都没有稳定的工作 都是活 你说你们俩 这叫过日子叫结婚吗 肯定是不行的 夜幕降临的时候 两个人出门了 开始工作了 而且都要跟异性 平凡地打交道 挣的钱都化作酒 都化作其他的消费都没了 然后早上起来 姨妈也 好像婚姻的沉淀并没有 现在你的丈夫认为 这不是正二八经过日子的方式 你认为是吗 好像也不是吧 我认为好像也不是吧 对 你们俩干嘛要结婚呢 不应该结婚 觉得自己可以沉淀下来的时候 可以收心的时候 再找一个人 不过我庆幸的一点是 如果你们俩之间要是离了婚 我觉得谁也不会受到伤害 因为你们本来就不在结婚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丈夫今天选择要分开 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 何必束缚彼此 做朋友挺好的 就对了 多大了 二十八了 二十八了 想要瓦布 肯定想 想要瓦布 肯定也想 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你们的人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你会发现 跳出去吧 也不好找 找个结婚的人好像挺难的 对 咱们实话实说对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们能一见钟情 或者通过一年多 然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你们就能在一起 我甚至在想 可能在你们圈子里 你们俩的结合还挺让人羡慕的 没错 这个行业 它突破了一种传统的 大家可认知的婚姻形态 在我们看来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那样 但是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 它实实在在地存在 你说想往前走 我想有一些经验性的借鉴 我借鉴不到 我们找不到一种可被借鉴的 成功经验或者模式 周围的朋友也没有这样的 所以不知道 能够借鉴的就是 夫妻两口子都是在一个行业的 他们的行业工作有很特殊 比如说 我们做电台夜班的主持人 和电台早班的主持人 早班主持人是四点半上班 夜班的主持人是 夜里二十三点上班 上一个通宵 你说这两口子怎么过呢 就我看到的 我曾经的同事 他们是怎么过的 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休假 谁不让他们休假 他们就跟主人打仗 就一定要求休假的 要安排共同的这个时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两个人 会在特别累的时候 有一些关心 一周至少要有一次 有的时候他们白天 我们会看到他们去逛街 就是刻意地营造一些 双方的共同时间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唯一不同的是说 他们有稳定的工作 你们现在是个活 图老师说的这个很对 就是在现实当中 你真的到生活里的时候 你只有活 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自己的稳定感是不够的 这就要求你们有一个人 要为这个家庭做一些改变 你们要把活变成一份工作 咱们就在不稳定当中 寻求一个可以稳定的元素 希望你们能共同努力 更多地争取两个人 在一起的共同时间 把你们的共同爱好 变成共同的生活 那就跟别的家庭 可能不太一样了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方红糖真情60秒 我们 我刚才听主持人说的 我产生了很多感应看 因为我跟你认识到现在 我真的发现 我们真的就像过家家一样 我一直都想找一个 能相互依靠 能一起过日子的 而不是那种 换些大手大脚的 哎呦 什么事都不顾及后果 不去想未来 只享受在当下 我跟你走在一起 真的 我特别累 但是我希望 我们能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 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在这个行业里能找到一个 让我能爱上的女孩 而且还能信任 当初的信任 现在没有了 如果你能改的话 花钱不要那么大手大脚 不要总是猜疑我 也不要总是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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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啊 来 请关门啊 请开门 谢谢 谢谢 先生 你记住那个 严老师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要跟人过你就别拧吧 就是如果你老婆 变成了你希望那种女人的话 估计你也不会娶她 他也就没有魅力了 所以别拧了 好吗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相信我们能遞到奇迹 我也相信 听了主持人的话 我也相信我们能走下去 因为我相信我们还有未来 好了 好了 回家抱啊 这个少点应酬 多点给自己的时间 谢谢两妹 请回 希望他们在磕磕伴伴当中 能够找到幸福 来 了解下一阵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好 可是时间久了 我就觉得他变了 不像以前那么在意我了 而且他的脾气越来越大 一点点事情他就生气 我哪敢冲他发脾气啊 只是有的时候累了 可能就不太想说话而已 他要是生气了 几天都联系不上人 我也不想跟他异地的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马上就要毕业了 他也不愿意陪我去北京 我觉得要是一定念的话 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杨22岁 来自武汉学生 女嘉宾小郭23岁 来自武汉学生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欢迎老魏 在这个小片当中 听到了女生很多的抱怨 是吧 第一个办法就是 男生不太在意你了 不像以前那么在意你了 是吧 是的 咋就不在意了呢 怎么感觉到的呢 就是感觉现在 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吧 现在又觉得 他变得特小家子气 动不动就生气啥 发脾气啊 然后又觉得 他没以前那么在乎我了 以前挺好的 你能举个例子吗 不是说感受 以前的话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认识嘛 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 然后他都会 就是说下个课五六点 然后还会大公交 一两个小时 过来陪我吃个饭 然后散散步 再送我回寝室 然后他再回去 然后这些我都挺感动 挺开心的 然后现在的话 这些倒都还有 但是现在就感觉 他现在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吧 我不是不在乎他 我觉得我跟之前 做的摄影行人都是一样的 但他就老是感觉我变了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哪儿都错了 为什么不关心人家了呀 人家说以前都等啊 五六点钟都等了 现在呢 我挺关心他的吧 比如说有一次 他跟朋友去KTV玩 玩就挺晚的 然后当时也十点多 我又给他打个电话 关心一下他 然后问他啥时候回去啊 怎么回去 他刚打电话没说两句 他就跟我发脾气了 他就说你怎么说话的啊 你都我出事是吧 然后你把电话挂了 然后之后几天 我找他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就联系不到人 那这个事情本来就像 我当时是吧 我去跟朋友一起玩 之前也跟他说了的 然后是因为他那天晚上 有事啊去不了嘛 他非得让我跟他试个评 证明一下跟谁在一起 然后在哪儿玩什么 然后感觉像是在质疑我一样 那现在我这个也能理解是吧 我觉得他是担心我 然后怕我出事 然后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 但是现在我现在跟朋友 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他都不怎么过问了 我就觉得差别太大了 就是 为啥啊 不是不过问 我就是每次 我也想想是去关心他的安全 是吧 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 然后他都不回我 然后我也想给他打电话吧 我就一想 上次那个事给他打个电话 然后直接把电话挂了 然后这样几天联系不到人 我就特别害怕 我说又联系不到他咋办呀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也咋办 是不敢了 是这意思吧 就不敢了 就我想关心你 但是你这样弄的 我都不敢关心了 对 我真的不让他打电话了 好 还有什么事你觉得他变的 他变了并且脾气 还越来越大了 脾气大了 对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出去玩嘛 就是旅游啊或者怎么样 拍个照很正常是吧 小情侣 我就让他拍照 他就死不拍 为啥 然后好不容易说 好不容易说让他拍了吧 他还捧着个脸 就是像甩脸上给我看 我就特生气 我没有甩脸色 我就是当时我跟他说 你想拍照的话 我可以给你拍 或者你自己拍呀 但是我这个人 是真的不上线 然后我跟他说 然后他就说 你现在照的不愿意跟我拍 你说我不在乎我 你根本就不爱我 我当时一听我说 这不行 那我赶紧跟他拍一下 然后就跟他拍 拍了之后 他反而给我发脾气 还打我 你说这为什么还打人 当时我让他拍 是吧 他捧着脸 我就 就平时 对女生稍微打一下 也不要紧是吧 他当时火还上来了 他还跟我 从我发脾气 扭头就肿 不是真打是吧 对啊 就是平时就拍一下 怎么很正常我觉得 你也太小心眼了 人就不是真打 不是他就打人 那别人小女生 打人 小杰权吹心口什么的 别的小女生打 你被打过 不是不是 他可以这么想 小心误解 就是他打人 真的是大巴掌就上来了 特别疼 抽耳光啊 不是就胳膊啊 什么哪都打 然后 太焦情了 让人看一下我这个样子 我还能有多大巴掌 还拍你五个手掌印啊 不是我回去之后 我摄影我就看我摄像权 虎叶儿子都问我 都问我咋回事 以为我摔了都 那我当时怎么没看见 你当时怎么目说呀 那我当时我也挺气的 我又想着 干脆就不理你 然后我刚走两步我想 那这样不行 我还得回去吼你 然后回去之后发现 他人没了 人家走了 然后我又 你被打了 你先生气 走了两步 你觉得不对 再回去 他又走了 追啊 我追了 然后拦不住他 然后回去打电话 又不接 然后一天又联系不到 那本来就是你的错 那你还 自己扭头走了 还让我在那儿 等着你回来哄我 我傻呀 那为什么后几天 都不接电话呢 很气啊 这种小事他都很在意 我觉得他就跟以前 不一样了嘛 变了嘛 老是捧着个脸 有一次他去我学校 然后他那天 也是捧着个脸 我下来 我看他这样 我就说 开个玩笑傻的 就是舒缓一下是吧 然后他一路上没拟我 然后去吃饭 我又说了他两句 结果他又生气了 这你不对了啊 说两句就说两句嘛 我那天就 从学校忙了一天 特别累 然后我坐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 去找他 那一下来见我 第一句话就是 你怎么过来找我 头发都不起 头发都不刮呀 过来就责问我 然后一路上就说我傻 这能叫开玩笑吗 吃饭的时候 我就随便提了一下 我跟他说 你能不能不说了呀 然后他就把桌子一拍 走了 那他一路上不说话 什么意思 我跟他说话 他也不说 结果最后我还生气了 那我能不气吗 这种小时候 他也有生气 俩孩子 行吧 这他的脾气 越来越大了啊 所以你觉得他变了 还有那个层面 他变了 还有 就是他现在 越来越空门了 出去玩的很正常是吧 买个东西 吃啊什么的 以前都挺愿意的 现在跟他说个啥 都得推三组四的那种 然后说要买啥东西 现在也不买了 之前上学期 我俩都在外面兼职 然后我就手头还挺宽裕的 说出去玩吧 吃个东西 买小礼物啥的 就富三个鞋 这些系 学校里面又忙 然后事又多 我就想的是又没有兼职 本来钱就不多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吧 我就他想吃啥 我也给他买了 那他就天天跟我要 出门看见 我们又没有天天出去逛 你觉得我们有时间吗 你那么忙 我也忙啊 你一个星期 我们也才就一两次对吧 也没有说天天让你买 我跟你说了 你也没买啊 那你出去看见十家店 你九家店逛我要东西 我就是爱说一下 我又没真的让你买 那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想要还是不想要 你到底开玩笑 还是要 你就直说呗 不是 你还没弄清楚呢 不是 现在你清楚了吗 我不是很理解 他现在是想要 因为他说你抠门了 就是没给他买嘛 不是 那我也负担不起啊 那么多 那个东西又不贵 就是那种很小的东西 我就稍微说一下 没说一定让他买 主要是现在跟他说一下 他都会生气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跟以前变得太多了 我根本就没生气 有时候我就不说话 就觉得我生气了 然后他就 因为这个事就跟我发脾气 然后就直接走了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小片 都在想 我觉得情侣之间 这样的事都很正常 变化是一个主题 但是我看最后落伏的时候 都提到了 关于大学毕业要一地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因为这个毕业的 方向和异地是带来 你们现在主要冲突的一个东西 是吧 我们就本来现在 就是情况不稳定是吧 然后现在要毕业了 然后我在北京那边 找了北京那边工作 本来想让他就是说 跟我一起去那边 结果他倒好 找了个深圳的 找那么远 你说他咋不找到海南 那再找远一点 以后别见面了 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是现在嫌弃我 买不起东西了 他嫌弃你了 对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嫌弃我 不然 我要嫌弃你 我以前不就嫌弃你了 我跟我爸一月才嫌弃你 那本来这个事儿 我俩说好的 是留在武汉工作的 我爸那边都是给我说 他先去找了一个 特别好工作在外地 然后我给爸说 那工作我不去 我要跟他留在武汉 我俩要一起打拼 结果他自己 二话不说 跟我签了一个北京的 然后让我跟他去 慢点慢点 你们俩原计划是留武汉的 对 然后你为了留武汉 还放弃了家里 还放弃了家里 他缴的工作 结果呢 他跟我说 他觉得那个工作好 签北京的 然后让我跟他去 我那个是 本来是说要签武汉 但是在武汉 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这些专业也不好找 然后我又 你学什么呢 我学的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就建筑之类的 厉害 然后呢 在武汉没找到合适的 我就碰到一家公司 我觉得岗位啊 然后未来发展都挺好的 但是那边在北京嘛 但我想一下 出去闯闯也挺好嘛 现在不年轻嘛 我觉得男孩子 应该有点志气 去那边闯闯也很好 对吧 然后我跟他说 那时候他也同意了 后来他找了那么久了都 就非得没找到 人家找个近一点的 天津河北啊这种 你北京近一点也好嘛 你是同意跟他去北京 但是没找到 北京的工作是吧 我是特别想找 我真的是尽力去 我当时找了十几家 就真的是 也不是说公司 是我开的 他想进就能进是吧 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他就不理解我 他就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去 是确实没找到合适的 然后我家里条件又困难 我想的是 我深圳那边工作也还行 然后就先工作几年吧 等会我拧下来之后 我再找他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 一方面是为了 我们俩未来更好的发展 其实你是接受异地恋的 是吧 我是接受的 但你不接受是这意思吗 对啊 你看现在感情还现在这样 那以后怎么办呀 是你想 对 你不想是吧 我不想 为啥呀 我特别喜欢他 好 喜欢他什么 不是他就虽然有时候脾气暴了点吧 但他平时生活中也是挺可爱的小女生 就经常撒个娇啊什么的 撒娇的时候特别可爱 你喜欢跟你撒娇是吧 对 好久他也做过一些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情了 比如说有一次我过生日吧 他做过礼物 结果他就自己很用心地做了一个相册 里面都是我们的合照 然后就 他写了很多画在里面 他当时特别感动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有一次我考试 然后我在上面复习 本来好几天没见他嘛 然后他也就 可能也就怪想我的 然后就直接自己跑过来找我了 到家等了我好几个小时 等我把书看完了 才下去了 这么 贤书 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呢 就是他变的嘛 这可以异地嘛 没有变嘛 人家 你想想就是太远了 我们俩工资又少 你看北京到深圳的话 你想想收费得多贵啊 那一个月建一次都难吧 就先不说时间的问题 那钱也不够啊 现在就看不到未来就是那种 所以这个你怕熬不住思念 是吧 也算吧 就是本来我就比他大一点 就以后也不好说是吧 不二三岁二十二岁嘛都很小 就想快速地决定了是吧 那如果他要在北京周边找一个距离近的 你还考虑吗 我觉得可以考虑 我觉得近一点是可以考虑的 是实在是太远了 跟他说了那么久 他还是找了一个那么远的 但是你其实挺难的是吧 找工作有的时候 还不仅仅是地狱问题对吧 他还得跟你合适 公司还得喜欢你对吧 还得考虑家庭问题 他当时跟我说的原话又是 要是不找的话 我让你直接分手 所以我说真的没办法了 那咋办啊 我也不知道咋办了 去北京流浪呗 他去北京流浪行吗 那我要是直接去的话 也太不负责了 我觉得以他自己去北京 肯定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他是有能力的人 不是 他跟你去嘛 但是找不着合适的怎么办啊 我相信他 万一呢 可以陪他一起找 你们俩谈了几个月 八个月 正是这个如胶似漆的时候 突然说要分开 女生有点接受不了 害怕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好了 接下来我们听听 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 小郭 不想异地恋 是怕思念 怕距离 怕你们两个不在一起 产生变数 对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去深圳呢 如果去了深圳 就没有异地恋的问题了 因为我当时是 韩家之前就已经签了公司 已经签下来了 就是如果 签下来不去报到也可以 可以在深圳再找一个工作 那个是有 我相信你 凭你的能力 不是 在深圳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工作 跟他在一起 那个是签了 他陪着你 签了合同呢 签了合同一个 我们都是从大学毕业过来的 签了合同 其实我相信用人单位 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选择放弃的话 就是给到大家一个真实的答案 你就是想去北京 想拥有这样一份不错的工作和未来 然后希望他陪着你 但你并不愿意为他放弃任何事情 这是我刚才解读到的所有 包括你一直在跟我们强调 你说他变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 是你变了 你的心态在变化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吗 在我看来你的脾气一直都很大 啪啪打他 你看他这小体壳扛打吗 所以你的脾气一直都很大 但是你们可以相处八个月 我可以看到这个男孩非常喜欢你 是吧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他 对 但你是不是觉得他嫌弃你 有一点 那我告诉你 你不能跟他去北京 因为当你到了北京 你没有一份很优渥的工作的时候 他如果多多少少 本来对你就有嫌弃 那这个嫌弃会被无限放大 你要有自己的前途和未来 坚定地选择一份最好的工作 异地恋 如果你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这样相处啊 谁发展得好将来到谁的那一方去 这是一个很公平的决定 因为没有人可以赌未来 尤其是他 你看他刚刚很坚定 如果让他选的话 他一定是选北京的工作 而不是你 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可以我们继续 如果不可以 告一段落 我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说到异地恋 我就一下想到 我看过一个特别真实的故事 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太浪漫了 我就讲给你们俩听一听 就是中国和英国的异地恋 不是异地恋 就是异国恋了 这个男生呢 给这个女孩每天都订外卖 早餐 因为这女孩不吃早餐 这男生为了让他吃早餐 每天帮他订一份外卖 订外卖没什么 最让大家意外的是 他在这个外卖单上的备注 都会写一句情话 然后大家就可以发现 原来情话也可以这么用心 然后在这个男生要回国的 前面的几天 他依然给他订外卖 后来那个女生才发现 在他回国几天 给他订外卖的那个 备注里面的情话的 第一个字连起来是 嫁给我好吗 就是如果是真的相爱 爱都够深的话 异地恋也可以谈得 非常的浪漫 也可以情感很坚固 也可以等到那个对的人 但是前提就是 两个人足够的相爱 不那么自私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 为了对方而改变 一味地要求对方为我而变的话 那这个恋爱 基本上我们就看到了 他的未来了 那送给你们的四个字 是什么呢 活在当下 你们现在是否足够的相爱 决定着你们未来的异地恋 是否坚固 如果现在都这样的情况 你们就算真的笨到了北京 笨到了深圳 你们在一起了 能继续下去吗 也一样不能啊 所以不是异地不异地的问题 不是距离的问题 是你们爱得 够不够深的问题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人有时候是很软弱的 试想一下你在遥远的深圳 他在北京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异性 关怀 体贴 温暖 你们就试着想一想这个场景 自己有没有能力拒绝 其实要说有多爱 你们可能说我很爱啊 我这八个月很幸福 我对他很关注 但你只要脑子里想想这个场景 在未来你们分开那么遥远距离的时候 生活中出现了问题 有一个异性出现 你能不能抗拒 我相信这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但为什么有时候人又是 非常有力量 因为足够相爱 你们没有人有勇气这样说 我可以抵挡一切诱惑 那么何必还站在这里说 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我觉得毕业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也是考验自己对未来规划 考验自己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 而你们两个人对未来的规划里边 都没有对方 所以也不必再在舞台上说 我们我很喜欢他 他很可爱 确实可爱 确实美好 就把它当作一段青春的记忆 一段挺美好的念想 就足够了 我倒是觉得现在要毕业了 要在未来大展宏图了 我们坚定地朝着自己 想要的那个方向 去好好努力 相信当未来你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有更多成绩的时候 当你们更成熟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他 祝福你们 谢谢 试一试看分开来会怎么样吗 没事怎么知道呢 你试一试你就知道 有一本书叫 幸福就像狗尾巴 其实它一直以来就像你的尾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它一直跟着你 但是怎么做 都不能得来你的满意 今天这条尾巴要断了 要去深圳了 你突然发现 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 那你就为啥做点什么 但是你又不愿意 低不下那个头 还想让别人围绕着你转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不够重视别人 那就分开看一看 看一看 彼此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 到底有多重 不经历这件事情的话 还真看不出你们之间 在对方心目当中的分量 到底有多少 那就看一看 分开一段时间 称称精良 看看有多重 好吗 好 好 就这样 是要工作还是要爱情 这个里面没有对错 没有是非曲直 都没有 顺其自然好了 深圳需要这个工作 家庭需要 去呗 北京 你心知向往的城市 也觉得不错 去呗 你们俩的这个情感 该谈 谈吗 不要给自己话里为老啊 你先谈着嘛 我们割下争议 开开心心的 真实地面对你们 现在所处的情感 往前走就好了 所以别那么凝重啊 这开开心心的毕业 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笨去嘛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你总说我变了 说我不在乎你 不爱你了 但其实我并没有变 我一直都特别特别地 喜欢你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 因为异地要短短地分开 但是我相信 我做的那些努力 你也看到了 我想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我可以先在这边工作 然后我尽力地去北京发展 尽自己的努力 给我们俩一个未来 给你一个家 我觉得我们八个月的感情 不能因为简单的异地 就这样被切断了 所以能不能不和我分手 我觉得 要是 我觉得 我觉得你在我身边 好 时间到 你才是在一起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 来 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她天天吵着要离婚 我过去几年对她不是很好 但是我已经在改变了 不在打牌 也不在玩游戏 也在努力地工作赚钱 可是她还是坚持要离婚 我现在很苦恼 请老师帮帮我 其实一块玻璃碎了 黏起来都会有裂痕 更何况是人心伤了 想要把人心黏起来就更难了 你想要做的就努力去做 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重新追求她一次 祝你成功 我们的节目是由绵绵宝石石水的 伊贝斯海绵霜冠名播出的药宝石伊贝斯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真正有效的皮肤管理专家 西洋美容APP特约播出 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